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河东谢州城外有一条清水河 河上有一座小石桥,名叫黑牛桥 据说,当年河对面住着一个叫铁柱的小伙子 小伙子无父无母,也无兄弟姐妹 每天就和一头黑牛围伴 有一天,天降暴雨,河水猛涨 铁柱被隔在河对面 铁柱牵着黑牛来到河边 河水太猛太声过不去 就骑在黑牛背上过河 但铁柱过去了,黑牛却被洪水冲跑了 为了感谢黑牛,铁柱就在河上建了座石桥 其名叫黑牛桥 据黑牛桥大约三四里地,有一个村子叫靖家地 村里有个木匠叫靖平文 二十八岁了还是截然一身 这天,他从镇上给别人盖房子回来 正好遇到天降暴雨 他紧赶慢赶来到黑牛桥 正准备过桥 却看见河边有个身穿黑衣服的女子在喊救命 靖平文寻声望去 只见河里有一个身穿白衣服的女子正在洪水中挣扎 他二话不说,边跑边脱衣服 跑到河边,普通一声跳进洪水里 奋力往落水者跟前游 洪水中一根木头擦伤了他的胳膊 鲜血染红了一片河水 靖平文忍着疼痛游到落水者跟前 一把抓住他的衣服 然后奋力游到岸边 在岸上的女子帮助下 将落水者拉上岸 原来也是个女子 刚才不小心掉进水中 虽然脸色惨白 凌乱的头发遮住了半边面孔 但依然掩藏不住十分漂亮的脸庞 刚才在岸边喊救命的女子 是她的妹妹 靖平文将落水女子的头朝下倾斜放在腿上 轻轻拍打后背 女子吐了很多水后 清醒过来 跪在地上感谢靖平文的救命之恩 靖平文扶起女子说 不用谢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是旧的 天色已晚 你们快回家吧 多谢这位大哥舍命相救 我们姐妹是从二十多里以外来和对岸的雷音寺进乡的 现在天色已晚 怕是回不到家了 能不能在大哥家借住一晚 明早再赶路回家 被救女子道 完全可以 只是我家房子破旧 怕是委屈两位姑娘了 靖平文说 能借住一晚已经感恩不见了 我和妹妹先谢过大哥 姐姐说完和妹妹一起 对靖平文失礼到了个万福 这对姐妹便跟着靖平文往村子里造 靖平文从小就失去母亲 也没有兄弟姐妹 家里只有他和父亲近上午 靖上午是当地有名的木匠师傅 是儿子靖平文的师傅 手艺精湛 为人善良 无论给人建房子还是做家具 从来不自己要工钱 都是有钱多给点 钱少少给点 没钱就不要 所以 靖上午虽然有一手木工手艺 但由于他不贪财 也赚不了多少钱 给别人盖了那么多好房子 自己一家还住在破旧的房子里 再加上妻子一直有病 花了很多钱 所以 家境一直不是很好 儿子靖平文28岁尚未娶亲 三个人很快就走到村口 村里人看见靖平文身后 跟着两位漂亮的姑娘 一个个惊得直扎蛇 这小鸡木匠真是长本事了 平日里老老实实 见到姑娘就脸红 这冷不丁一下子就带了两个漂亮姑娘回来 回到家 父亲近上午 见儿子带回来两个姑娘 也是纳闷 平文道 第一 这两位姑娘是去雷音寺进乡的 他们家离这里还有二十多里路 太晚了 回不了家了 今晚想在咱家借住一晚 出门在外 哪有不遇到难处的 只要两位姑娘不嫌弃房子捡漏 只管住下 我去弄饭给你们吃 近上午说 那就谢过老伯 这些银子您拿着 全当房费和饭钱 姐姐从怀里掏出一些银子给近上午 使不得 使不得 出门在外 谁都会遇到难处 帮个小忙 哪能要你们的钱 快收回吧 近上午说 你儿子刚才救了我的命 现在又让我们在你家借住 我们已经过意不去了 这点银子已经千恩难还了 老伯就收下吧 被救女子说 这个不能收 我家不是客栈 你们也只是借住一晚罢了 哪能收你们的钱啊 近上午道 这位妹妹你就别和我爹争了 她是不会收你们的银子的 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日难 谁也不能带个房子外出办事 见到有难人 出手相助 也是常理 你们只管住下 不必过意不去 近平文道 你们父子真是好人 被救女子道 还没问两位姑娘怎么称呼 近上午问道 我叫白素霞 妹妹叫白素娟 叫我们素霞和素娟就好 被救女子说 晚上 白素霞和白素娟睡在近平文房间的床上 近平文和父亲近上午睡在一张床上 第二日 白素霞和白素娟告别平文父子回家 白素霞从头上取下一个银簪 给了平文说 救命之恩永世难报 这个银簪全当给恩人留个纪念吧 说完看了一眼平文 眼角已实实实的 平文道 举手之劳 休要再说恩字 银簪我也用不着 还是姑娘自己留着吧 小小银簪 实难报答救命之恩 大哥要是还不收 我白素霞就要常跪不起了 说着就要跪下来 使不得 使不得 我收下 收下就是 姑娘快快起来 平文接过银簪 将白素霞扶起来 又从屋里拿出两把雨伞 给了素霞和素娟每人一把说 夏日天气娃娃脸 说变就变 戴上雨伞也有个防备 白素霞和白素娟接过雨伞 千恩万谢走了不提 接下来 近上午继续在家看家 儿子近平文外出干活 近平文老是憨厚 和父亲一样勤劳善良 12岁就跟着父亲学木讲 16岁出师 18岁就可以独立为人家盖房子做家具 而且质量并不比父亲差 被当地人誉为活鲁般 这天 镇上有个大户人家儿子要澄清 请进平文给他儿子打一套家具 为了让平文把家具打好 主人给平文备了一桌酒席 吃饭期间 平文听到耳边突然有人说话 快跑 房子要他 平文左右看看 好声奇怪 除了主家 并未有其他人 谁再和他说话呢 正想着 耳边又响起刚才的声音 赶快跑出去 快 平文也不多想了 一把拉起主家就往外跑 刚跑出屋子 房子就倒塌了 主家当即被吓傻了 好好的房子怎么会突然倒塌呢 过了一会儿 才心有余悸地问平文 平文 这好好的房子怎么突然就倒塌了 你是怎么知道房子要倒塌呢 平文说 我也是一种感觉 让我去看看原因 说完就去查看房羊 毕竟是木匠 很快就查出原因 原来房屋的大梁里面被虫子住空了 但从外表看不出来 主家感激万分道 进木匠啊 今天要不是你 我们全家可能会被压在房子下面 太感谢了 不用谢 我是木匠 也许比你感觉灵敏一点 再弄个大梁我给你修吧 平文说 但静平文一直在想 刚才那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日 主家就带着静平文到自家山上去找能做大梁的树木 找了大半片山林 依然没有合适的树木 不是太细就是太短 主家说 天太热 我们休息一下再找 于是 他们就在一个山洞口阴凉处坐下来休息 突然 平文的耳边又响起一个声音 小心大蟒蛇 声音刚落 但见一条水桶般粗的大蟒蛇向洞里飞速爬来 看到主家和平文 张开大口向平文冲过来 平文眼前一黑 下晕了过去 朦胧中只听见咔嚓一声 睁开眼 却见大蟒蛇躺在地上不动了 肚子上被什么划开一条长长的口子 直往外冒X 过了一会儿 主家才醒过来 胆战心惊地说 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蟒蛇 是你干的吗 不是我 我也被吓晕了 睁开眼就见大蟒蛇已经躺在地上不动了 静平文说 今天真是奇怪了 先是房子倒塌 现在又遇到大蟒蛇 主家说道 我也觉得奇怪 这大蟒蛇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静平文说着 感觉怀里有什么东西刺人 一摸 原来是白素霞给他的银簪 忘了放家里 还在身上带着 他们俩又起身寻找 能做大梁的树木 又找了半片山林 终于找到一个 然后回家找人来罚树 开始修房子和做家具 静平文就把出现在耳边的声音给忘了 一个月后 这家的房子修好了 家具也做好了 静平文回家准备休息两天 回到家 他又想起耳边声音的事 他就把这奇怪的声音告诉了父亲 静上午琢磨了半天 也想不出是什么道理 就对儿子说 可能是你的幻觉吧 平文想想想也有道理 平文说 爹 我出去转转 和邻居们拉拉家厂 经常不在家 都有点声说了 静上午说 你去吧 平时大家也没少帮忙 平文走出自家院子 往大家经常拉家厂的大槐树下去了 远远看见 大槐树下有很多人 大家看见静木匠来了 都起来打招呼让坐 刚坐下要和大家说话 便听见一个声音 骂骂咧咧的过来了 原来是村里的长蛇妇 母老虎孙二娘 孙二娘生性刁蛮 爱扯闲话 专门在背后说人不是 谁要是惹了他 就不要想安宁 东头二贵你给我听着 摘你几个烂豆角 你跟我吵 头上都长绿毛了 还得得什么 原来 二贵住在村东头 孙二娘天天到二贵地里 偷摘他的豆角 二贵忍无可忍 才和他吵了一架 这下捅了马蜂窝了 孙二娘天天站在 离二贵家不远的地方嘛 今天二贵家没人 孙二娘以为他在这里 便一路骂过来 孙二娘骂过来 边骂边在人堆里找而跪 突然 平文感觉身上有东西刺人 而这边孙二娘突然不吭气了 嘴一张一张的 却发不出声来 急得他只跳脚 有人说 二娘 怕是骂人骂的 以后不骂人就好了 其他人都不知道 孙二娘中了什么血 平文这才想 是不是和他怀里的银簪有关系 之前发生几件怪事时 除了耳边有声音 身上都会感觉刺人 白素侠给他的这个银簪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么厉害 过了几天 孙二娘逐渐能发出声音了 不过 他再也不骂人了 估计他也相信他突然不会说话 就是骂人骂的 这天傍晚 平文正在屋子里和父亲说话 耳边又响起声音 有盗匪 有盗匪 平文正在纳闷 却听见外面人跑马叫 出来一看 原来 离这里二十多里地的厄郎山上 有一伙盗匪 经常下山祸害当地百姓 现在 那伙盗匪又来进家的祸害人了 他们骑着马 拿着长刀 挨着家抢东西 谁都不敢阻拦 平文见状 赶紧拉着父亲回屋 关紧大门 并藏到房顶 不一会儿 盗匪便来到平文家 见大门紧闭 就砸门 还大声喊叫 快快开门 不然觅你全家 突然 看见从屋子里闪出一个东西 搜的医生从门缝里窜出来 砸门的盗匪便倒在地上 盗匪的头目又让三个盗匪一起砸门 但很快都倒在地上 盗匪头目不服气 亲自去砸门 突然 门被打开 但见一道荧光闪过 盗匪头目也倒在地上不行了 其他盗匪奸壮 早被吓得魂飞魄散 扔下抢来的东西抱头鼠窜 金平文父子俩看得呆在那儿 半天缓不出击而来 但平文终于明白 白素霞给他的那个银簪非常厉害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盗匪跑了以后 村里人掩埋了那几个盗匪 这次不仅没有损失一点东西 而且还把盗匪消灭了 全村人都来感谢金上武父子俩 因为村里有几个人 也看到了刚才那一幕 他们以为那是金上武父子俩 消灭了盗匪头目和几个盗匪 于是 村里人都想知道 金上武父子俩究竟用了什么武器 但金上武父子俩也说不清楚 而平文又不能说出银簪的事 村人因为金上武父子俩谦虚 不愿意摆公 对他父子俩更加敬重了 晚上 平文将白素霞给他的银簪拿出来 看着手里的银簪 眼前便浮现出白素霞那漂亮的脸庞 突然就很想念白素霞 嘴里不由说到 素霞 你现在还好吧 你给我的银簪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么厉害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平文 素霞也想你了 你要是需要 我马上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平文耳边响起白素霞的声音 这是真的吗 素霞 平文说道 是真的 素霞来了 白素霞的话音刚停 平文便感觉有一股香风从耳边穿过 睁开眼 却看见白素霞站在他的面前 一身素衣 飘飘若鲜 平文不敢相信他的眼睛 看着眼前的白素霞 吃惊地问 素霞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白素霞说 我不是人也不是鬼 我是一只修炼了千年的白虎 那日去雷音寺是为了还愿 回来的路上遇到雷雨 我虽然有千年功力 但最怕打雷下雨 所以 慌乱中掉入河水 幸好被你救了 不然 我就完了 自从那日你救了我 我就喜欢上了你 给你的那个银簪 是我修炼了千年的一把宝剑 但你只是一个木匠 所以 我将宝剑变成银簪送给你 是为了保护你 素霞 谢谢你 你的银簪已经让我多次幸免于难 也让一些坏人得到惩罚 真的非常感谢你 平文 离开你以后 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 我在等你心里想念我的那一刻 今晚终于等到了 平文 你喜欢我吗 白素霞含情默默地看着平文说 我一个二十八岁的光棍木匠 遇到你这样美若天仙 心地善良的女子 哪有不喜欢的 我喜欢你素霞 平文说 那你愿意娶我为妻吗 白素霞问 愿意 平文低着头说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白素霞说 还有一件事我想给你说一下 我不是还有个妹妹素娟吗 这你是知道的 她就我一个亲人 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 我要是嫁给你 必须要带上她 你看行吗 完全可以的 我父亲也会同意的 平文说 那好 我今晚回去告诉素娟 明天我们一起来这里 和你父亲商量我们成亲的事 素霞说完就走了 平文睁开眼 发现天亮了 想起昨晚的事 以为只是个梦而已 便忘了 然而 吃过饭刚准备去镇上干活 白素霞和白素娟便出现在门外 手里拿着两把雨伞 金平文突然想起昨晚上的事 脸变红了起来 昨晚上的事看来不是梦 赶紧请两位姑娘进屋 近上午看到素霞和素娟 以为他们是来还雨伞的 便说 不过两把雨伞 不用还的 白素霞说 我们不仅是来还雨伞 我是来报恩的 近上午说 报恩 就因为我儿子救了你 还需要专门来报恩吗 不过 你说报恩 我就不懂了 你是来给我家挑水 还是种菜 这也不是你们姑娘家干的事啊 老伯 你们家平文不是还没媳妇吗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我的命是你儿子救下的 以身相许报答恩人也是天经地义 我来就是要给你儿子做媳妇的 白素霞说 真的吗姑娘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啊 我儿子这是上辈子积了大德了 姑娘 我再问你一遍 这是真的吗 近上午想不到 竟然有这样天仙式的姑娘 送上门来给儿子当媳妇 太高兴了 真的老伯 你们要是愿意 就商量成亲之事吧 不过 我嫁过来要带着我这个妹妹素娟 因为她就我这个亲人了 白素霞说 好好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儿子 你咋不说话 难道不愿意 近上午看着待在那里的儿子平文说 愿意 愿意 只要父亲同意 我肯定愿意 平文说 但她心里想 如果父亲知道白素霞是狐仙 还会同意吗 如果村里人知道 我媳妇是狐仙会怎么看我 这样想着 突然耳边响起素霞的声音 如果你担心这个 现在反悔还可以 我的天 我心里想什么她都知道啊 赶紧小声说 我愿意 不反悔 不反悔 然后大声对父亲说 我愿意 于是 他们开始商量成亲的事 最后决定 三天后成亲 三天后 进家地的全村人都来到进上五家 为平文和白素霞举行成亲仪式 村里人看到平文 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都羡慕极了 看来好人有好报 我怎么就遇不到 要救的漂亮女人呢 明天我也去黑牛桥等着 村里的光棍鸡二狗说 你呀 连个池塘都不敢下 还敢跳下河里救人 做梦去吧你 有人说 大家都哄笑起来 成亲后 平文在家休息了一周 便爱除干活 这天傍晚 平文从镇上干活回来 这要过黑牛桥 对面走过来一个道士 两个人已经错过去了 道士突然停下转过身来喊 小伙子请留步 平文停下脚步问 你是叫我吗 道士说 你看这前后还有人吗 不叫你叫谁 平文道 请问你有何事 道士说 你额头发黑 身上有邪气 应该是被什么邪气缠上了 修耀胡言 我一个木匠 身上哪来的邪气 若是要钱 给你便是 不必唬人 我不要你钱 我是清宁官的道长 你身上的确有邪气 家里应该是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道长说 我家里没有进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还要回家 平文说 你是刚成亲不久吧 妻子是哪里人 要不 带我回你家看看 道长说 平文还真没问过白素霞是哪里人 但白素霞已经告诉过 他自己是狐仙 现在道士看出来了 他身上一定有白素霞的气味 绝不能让道长去他家 道长 我妻子是哪里人 没必要告诉你吧 你也没权利去我家找什么邪气 我还要回家 告辞了 平文说着就要走 道长说 我可以不去你家 你要是不信的话 把这把桃木梳子带回家 你就会知道 道长从大连里 掏出一个桃木梳子给了平文 头也不回地走了 平文拿着桃木梳子 正在那里 这桃木是辟邪的 对妻子肯定不好 我绝不会带回去的 白素霞温柔贤惠 心地善良 澄清后 对平文体贴入微 做饭洗衣收拾家务 晚上给他和父亲洗脚 这么好的妻子 管他世人世先 想到这里 平文扔掉手里的桃木梳子 回家去了 平文回到家 对妻子讲了道长的事 素霞说 没事 我已修炼千年 即便把桃木梳子带回来 我也不怕 平文这才放心 第二天 吃过早饭 平文正要去镇上干活 道长却出现在他家门外 并对着大门喊道 千年妖狐 修药害人 快快出来现身 近上午出来对道长说 什么千年狐利万年朗的 修的狐说 若是画园 我可给你一些银子 不是画园 快快离去 道长说 老伯肉眼凡胎 岂能认出妖魔鬼怪 你儿媳妇是一只千年妖狐 会害死你儿子的 我来就是要让他现身 然后除掉他 你说的当真 我儿媳妇那么贤惠 怎么能是妖狐 近上午吓了一跳 将信将疑 这时 白素霞从屋里出来 对道长说 你说我是千年妖狐 有何证据 你说能让我现身 请吧 道长说 那些肉眼凡胎 当然看不出来 但你却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先给你一把梳子 你把你的头发梳一下 白素霞走到道长面前 结果桃木梳子 开始梳理一头绣发 但梳了很长时间 只见头发油光发亮 却不见白素霞变成狐狸 怎么样道长 如果你是来化缘 讨要银子的 我可以给你 但若是来胡言乱语的 就请离开吧 白素霞把桃木梳子 还给道长说 看来你的功力的确厉害 但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道长说着又从搭连里 掏出几张符 用火莲点燃 然后口里念念有词 白素霞顿觉头疼欲裂 但他硬忍着 等道长的几张符化为灰烬 他的头才停止疼痛 他才知道这个道长也不简单 怎么样道长 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 白素霞说 看来你的功力了得 我收不了你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献出原形 收了你 免得你害人 道长说完就走了 嗨 原来是个骗子 近上午松了一口气说道 只有平文发现妻子白素霞有变化 回到屋里 平文问妻子 素霞 怎么样 你没事吧 素霞说 我没事 但我累了 想一个人休息一会儿 你先出去和爹说一会话 平文说 好的 然后就出去了 白素霞头疼欲裂 刚才如果道长的功力稍微再深一点 他就会献出原形 就会被他收去 他发现身上的毛发已经开始滋生 于是 他使出最大功力 将毛囊堵塞 防止毛发长出 阻止骨骼变化 好在他修炼超过一千年 一个时辰后 他又恢复了一切 静静地躺着休息 一个半时辰后 平文回到房里 白素霞已经恢复正常 一个月后 白素霞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平文 平文把喜讯又告诉父亲 静家终于有后了 一家人喜气洋洋 白素霞要保胎静养 妹妹白素娟承担了所有家务 九个月后的一天 白素霞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走路 还有几天就要分娩了 平文已经给孩子起好了名字 男孩就叫静白容 女孩就叫静白玉 三天后的傍晚 雷雨交加 平文从镇上回来 走进屋子 却发现妻妹素娟睡在自己床上 大惊 问 你姐姐呢 说着就要点灯 素娟说 姐夫 千万不要点灯 姐姐正在屋内发工保胎 灯光会分散姐姐的注意力 我睡在这里 是担心老婆发现姐姐不在 引起怀疑 然而 就在此时 道长带着另一个道横更深的道长又来了 他们要收走白素霞和白素娟 白素霞从屋里出来 来到道长面前说 我很快就要分娩 请等我生下孩子再收我 道长说 不行 你是孽畜 生下孩子也是孽畜 更不能留 说着拿出一个金色的波鱼 就要收素霞和素娟 突然 平文耳边响起一个急促的声音 山要塌了 快跑 快跑 白素霞也感觉到了说 山红爆发 山要塌了 平文 你快去敲锣喊全村人 赶快往这边山上跑 快去 快去 迟了全村人就完了 可你就要生了 我不能离开 平文说 休要胡说 死到临头了还在蛊惑人心 我现在就收了你 道长说着又拿起波鱼 道长 求求您放过他吧 他是好人 从未害过人 而且还救了很多人 你们不要好坏不分 平文跪下求道长 平文 快去敲锣 不要管我 全村人要紧 快去 快去 白素霞着急地说 好好 我去 我去 你要保重媳妇 平文说着跑出去 敲锣去了 外面响起了敲锣声 然后人声造杂 喊声一片 白素霞的肚子突然疼痛起来 对素霞说 对素霞说快去烧点热水来 大胆捏触 还不快快献出原形 道长拿出几张黄斧点燃 白素霞拼尽全力抵抗 又使出全部功力堵塞毛囊 封闭骨骼 白素霞端来一盆热水 拉住布帘子 只听见白素霞用力的声音 一道闪电过后 布帘子后面传来婴儿的哭声 孩子终于出生了 白素霞对公共近上午说 是个男孩 叫他近白容 以后进家会繁荣昌盛 不要管我 快把孩子包好带走 再晚就来不及了 近上午抱好孩子 披好缩衣 冲出门去 又一道闪电过后 山体坍塌 整个村子被掩埋其中 进家的全村人却幸免于难 两个道长没来得及跑 被埋入泥石流中 白素霞在白素霞的帮助下 逃出泥石流 来到山上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